大家好,歡迎收看《信網大行觀世》 我們今天請來資深證券業人士溫天 跟我們談談自貿區內銀行業未來的發展 Ronald 你好 中央加快建立上海自貿區 市場利率化和人民幣跨境使用 在區內會進行先行先試 另外,近日亦有多間外資銀行獲批建立資行 外資銀行在區內未來發展的步伐會否加快呢? 我相信外資銀行在責務區內的步伐應該會加快 但始終要留意在責務區內所謂金融規則或法規的細則 從各方面來看,未完全是很細化 所以現在的所謂只是第一步 未來現,我相信就是因為本身在責務區內的競爭 就是國內行、內銀和海外資銀行 就吹向所謂國民待遇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其實他們是從技術上或是從跨境業務上來看 可能是有一定的優勢在這裏 而且他們在過往的期間之內 在上海或是內地的業務 如果有一定是根基的話 再配合那些所謂的海外網絡來說 其實他們都是有一定的優勢存在的 在這個情況之下 對內地的國有銀行帶來的影響 或者威脅有多大呢? 我相信威脅來說不是一時兩刻 因為始終他們在內地的業務來說 其實是相當較細 但同樣要留意人在責務區本身的範圍 以及針對的客戶群也是比較細一些 所以在競爭上來的時候 其實可能愛知罕有一定的優勢存在 但始終牽涉到跨境資金的流動問題 這就要視乎他們本身的業務 所謂的多元化 以及業務本身的海外接軌的情況 以及始終要留意人的事後 針對人民幣在這個市場區內 所謂資本帳的所謂開放程度是如何呢? 其實現在就未說有很細則的所謂情況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雖然外資罕有一定的競爭力 亦都會構成一個很嚴重的競爭力 這個內資罕 但始終而言 一天的政策未開放來說 外資銀行的優勢依然是存在的 特別是說一些比較大型的內資、國資銀行 面對市場開放競爭 內地的銀行現在的風險管理 是否比較完善 或者有沒有一個完善的制度呢? 其實內地的銀行的所謂風險管理 包括貸款、整個內局監控系統 其實都有不少的小層的狗爭 或者狗爭 即是你覺得它是不足夠的 但牽涉到這個自貿區內的 一些跨境資金的流動 風險管理、外匯管理、外貿管理 加上一些所謂資金上的進出入管理 其實這個對內資銀行來講 對它的競爭或者它的挑戰來講 是比較明顯一些 因爲始終到目前為止 金融改革是否會以這個自貿區內 是一個矛頭視點 例如利益自由化、所謂的匯率自由化 以及資本市場的開放 這方面來看都是要進一步 是要留意這個所謂風險管理的情況 所以未來我相信這個自貿區內的 所謂的一個風控的提升 亦都會慢慢作為一個樣板 給其他銀行的在內地其他分行 甚至總行的所謂一個 學習和借鏡機會 這方面來看 外資銀行可能會有 所謂的自貿鏡作用 我相信 我們多謝Ronald的分析 我們明天再跟大家分析投資趨勢 作為另外一張 詞則是對於在內地二部 作為另外一張 。